全世界离婚率最低的地方在哪里 印度的离婚率只有1% 每1000对夫妇之中只有13对离婚了 婚姻和谐率可以说是全世界No.1 对比在咱们国内是44% 跟这个美国和南韩差不多 差距还是蛮明显的哦 不过这个排名第一的葡萄牙是怎么回事啊 94%的离婚率你结它干嘛 我看你们是牛和大象结婚 比较特殊 印度这个离婚率那是真的低 比我们唐朝还低 比如唐太宗他有21个女儿 你再也不知道他哪里的体力升这么多 其中离婚再改嫁了就有6个人 你说印度夫妻之间的爱情 为什么能这么持久呢 他是不是有什么特长呢 于是我展开了调查 那个 我要变身了 主要有这几个原因 进度条越往回越重要 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看 行为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斯基纳认为 人类的行为模式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主动性 一种是被动性 像我的话呢就比较喜欢被动 因为这个主动很累 就是会流很多汗 我就寻思啊 在印度这个离婚是不是很难呢 天啊天啊相反 在印度啊不仅离婚 连结婚都简单到不可理 与印度是全世界同样性最多的地方 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又足足2.23亿 是韩国人的四倍 国际妇女研究中心发现啊 在印度有几乎一半的女生 在18岁之前就结婚了 印度人管这个叫 更让人蒙古悚然的是 有一些地方的印度新娘 竟然只有五六岁 你妈告诉我 这个他妈的不是犯罪 因为实在是太邪恶了 印度人民现在也觉醒了 开始拒绝同婚 现在印度女孩的法定结婚年龄 是18岁 终于错个人了 但是 联合国人上这些会不放心 又去调查了一下 发现印度每年 依旧还有150万的未成年新娘 我看你们是有点死心不改啊 我就寻思这个 这个印度00后应该会比较不一样吧 你看我们的00后啊 受的教育程度高又很有主见 接触社交媒体桑 坚实也很广 是非常优秀的一代 印度00后应该也差不多吧 他们都表示 不能再像父辈一样了 拒绝读婚姻 但是 他们嘴上虽然说是拒绝 但是身体却非常诚实 根据作家马安瓦哈的调查 在印度有84%的00后 都是包办婚姻 美丽屋 你先读你吗 这个数据真的是把我吓坏了 都什么年代了 00后还这么玩 啥也不用管两眼一臂 这个婚就结了 所以说在印度结婚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爱情 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 不是我说他们屠杀呢 印度00后哭了 其实他们也是有苦衷的 走 想到家里就教育我们 不结婚 不配作人啊 现在收入这么低 房价有那么高 没有爹妈的支持 我们就是很河水的伞势 再不然风吹走了 印度00后想自由恋爱 却有心无力 只好听妈妈的话 反正结果都大唱不唱 不过这样没有爱情的婚姻 真的会幸福吗 不会出轨的吗 根据印度的最新调查 有55%的印度已婚人士 至少出轨过一次 其中女性出轨的比例则是 56% 比达的还高一点 诶 等会 但是印度的离婚率 几乎是0%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捋一下 我捋 也就是说在印度啊 人均包办婚姻 人均婚类出轨 人均婚姻美满 哦 尊度魔幻 难道也许说是这种 包办婚姻太过压抑 所以他们才会用这样的方式 获得一丝解脱吗 总之我大为震撼 但不是很理解 你们怎么看呢 能接受的请扣1 不能接受的请扣2 印度人结婚这么简单啊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他们离婚 又是个什么流程 魔弄法论规定 可赠失礼酗酒反应不良 患病邪恶奢侈 不诱惑 生儿妖折 或者全生女儿 都可以把老婆 shout down Why I do more than girls Is this the do Do yes three children Why do this do me What You I face now All three daughter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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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些理由有了 程序怎么走呢 此时此刻印度老公 只需要扯开伞门 大喊三声 Ta da ga 啊不是 是Ta ta 被这个婚他就离了 但是如果你三秒钟 都把这个Ta ta给喊掉了 就是有点太快了 会显得你情绪有点冲动 所以最好就是分三个月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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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非常好 程序完成 双方自动解除婚姻关系 而这套流程啊 被称为印度男人的 特拉格修妻 及时权利 你觉得我在说谎 对不对 尊都没有 相信我 你甚至都不用当面喊 如果你是一位矮人 你还可以发短信 甚至可以往那个鸽子腿上 拔个消息 飞给你老婆 这个婚姻要离掉 我知道有一点离谱 更离谱的是 这么离谱的是 竟然到了2017年 才被印度法院认定为宪 禁止掉了 但是另一边 印度女性想离婚 那可就难了 在泰米尔纳德邦 有一名印度教的 55岁妇女想要离婚 所有人啊 包括法官都劝她 你都这个连接了 离什么 最后这场官司 打了足足10年 当事人才把婚给离掉了 印度女性想要离婚啊 花上10年 甚至几10年 都是很正常的事 不知道恒河水上 什么时候架起了一座新桥 我让我来看一看 原来是法官大人 从左岸很快右岸的 我还屁股呀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 2020年的报道 印度女性占到了 全球自杀女性 总数的36% 相比于其他国家 又高出了2.1倍 其中家庭问题啊 则是造成了 印度已婚女性自杀的 第二大动机 有人就会问了 那第一大动机是什么呀 而排在第一位的 正是 假装 数据调查到这里啊 我真是起了一身 鸡皮疙瘩 是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们的消失 是可以抵消掉一部分 离婚率的 因为只有消失的人 不会说话 在小说里面 霸总常说 我的字典里也没有分手 只有丧 这句话说起来是挺high 但是照进现实啊 那就是一场 无比残酷的 白难 聪明的观众 肯定还记得 我上一期讲到的 Dory Days 印度的嫁妆习俗啊 从中世纪就开始存在了 学者韦夫和 齐普伦凯在研究中发现 如果一个印度家庭 拒绝为女儿支付高安嫁妆 那么他们就只能选择 质量较差的 新郎 在印度嫁女儿 基本上是一场 花钱改命的游戏 为了能够嫁到 更高种线的家庭 提高竞争力 印度女儿会在出嫁的时候 从娘家带走 大的财产 上贡富家 所以印度父母啊 苦不堪言 这女儿真的太费钱了 在印度还有这样一句谚语 抚养女儿就像是 交盖领居的花园 而在印度 还有一些丧心病狂的丈夫 为了赢取一个新老婆 再赚一笔嫁妆 他们会在厨房 放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这样她就不用去离婚了 因为对方已经消失了 在印度啊 未婚是一种耻辱 离婚也是 尤其是对于印度女生来说 不仅会被社会排斥 还会让父母蒙羞 会成为他人口中的 不祥和不解 而且嫁妆那么贵 女儿说要离婚 可能印度爹妈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爹 我给你了 魔奴法论记载 不及时嫁出的女儿 父亲会受到谴责 如果女孩早早就嫁出去 爹妈都能上天堂 具体应该有多早呢 30岁的男子 应该娶12岁的迷人姑娘 或者24岁应该娶8岁的 蛤 做这期视频之前 我以为日本人 是全世界最恋幼的国家 呃 现在看来应该是 India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 印度出现了一个现代奇观 就是你很难看到在大街上 抛头露面工作的 印度女性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 2016年的调查 印度妇女的就业比率 只有26% 而不上班给她们带来的结局 无非就两个字 猫母说过啊 你的经济决定了你的话语权 无论在任何关系里都一样 有些你就社会员 走到哪都有特权 所以在为什么印度离婚旅 这问题的问题之下 有这样一个高赞回复 You fucking bitch How many times I don't do You asked me only Sorry I'm sorry Son If she leaves the violence She's not gonna leave How can you be so sure She doesn't earn 所以她们只能成为依附者 丧失了生存的努力 所以才一面痛苦 一面又无法离开 或者说她们是自怨流沙的 有超过半数的印度女性认为 如果没有老公的允许 她是不能出门消费的 52%的人觉得 如果老婆私自出门了 她被殴打 也是活该 在这样的社会偏见之下 她们对于自己的期待 也会悄无声息的降低 她们会相信作为一个女生 她这一生的用处 就是给家人煮咖喱 波夫阿说过 她不是天生的 而是被塑造的 而所谓认知一旦产生 人的本能就会对安全感产生依赖 拒绝变化维持原装 即便那是错的 没有婚姻的妇女 等于没有生命的躯壳 和无疆的护税 不去想也不去看 大家一定都是这样的 那我又怎么能够离开呢 就连说过高等教育的印度林年华 都无法摆脱包办的宿命 无理反对父母和社会 她们才会双双出轨 又双双原谅 我的头像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样的婚姻真的会幸福吗 但是在更加发达的德里和梦买 印度女性拥有了更多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 离婚率也变高了 被称为离婚制度 未来会怎么样 咱们拭目以待 总的来说 嫁妆制度是针对印度 已婚妇女欺压的根源 嫁妆制度和社会文化加深了性别差异 赋予了印度妇女自要地位 限制其流动性和剥夺继承权 都导致印度妇女 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从而造成印度女性相当的低自尊和经济上的依附 再加上离婚的污名化 重重压力之下 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印度女性都会选择自愿留在婚姻之中 所以在这个仅有1%的离婚率的和谐桂冠之下 是漫长岁月的枷锁和他们眼里无法诉说的苍凉 也许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周围的环境 因为我们都是很渺小的个人 所以我们要把这份渺小的力量用在自己身上 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 环境阻挠你也不重要 而那个正在开视频的你 也一定正在闪闪发光哟 闪闪发光的也不只有你们